開啟檔案裡面開啟 然後找到你的C疊底下的Web01 然後找到Images 因為我們匯入素材裡面都有 這個校長預兆跟01、04 所以你按一下Ctrl鍵有沒有 就可以兩張一起選取 一起開啟 一次就開兩張 那他只要把校長的身體背景不要 移過去就可以了 那怎麼樣把背景的部分留下來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幾個啦 套索工具 那特別注意呢 預設是標準的 一定要旁邊有一個所謂的這個箭頭點一下 套索工具 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直接在這個地方點選把它繞一圈 回到原點就可以了 那點放點放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就一直讓它 滑鼠一直讓它跑 那你會發現它這個Photo Impact 11的版本 它會自動去搜尋這個校長這個人的這個外框 不過有的時候也不是萬能的 有的時候會選到一些不該選的 但是這個題目其實說真的 它沒有要求你好像很嚴格的要求說 你這個圖一定要做出來 一定要非常的完美啦 所以你大概把它繞一圈 回來之後的話呢 可是問題這邊有沒有 下面有一些沒選到的 沒選到的話呢 你變成說你要把它再加選進來啦 那怎麼加選進來這邊改成加 加號有沒有 再把它加選進來 那這個智慧型套索不要不要就好了 把它繞一圈 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 就是不要智慧型套索 然後把它這邊通通框起來 繞一圈 這樣就可以了 剛剛沒選到的地方也會被選進來 可是這裡又多一個 所以要剪掉 剪掉的話就把這邊有凸一小塊有沒有 這樣就好了 然後呢最後的話你就直接 把這個還原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建立新的區域這裡 直接怎麼樣呢 把它移過來拖拉就好了 存檔 另存新檔 存成01 06 這樣的話呢就可以完成了 確定是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種方式 那可是第二種 第一種方式就是所謂的用套索工具 然後那一結合要不要智慧型套索 加跟減 不過這個地方好像特別注意 這個加跟減 對有一些同學來說 好像沒那麼簡單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用所謂的魔術棒工具 魔術棒工具的話呢 你就直接點它的背景 點滴 這裡特別注意哦 魔術棒有沒有 點滴一下之後的話呢 它會有個區域 這個是選背景的地方 再利用加的加入有沒有 再去點 然後再去點 再去點 點 再去點